大家好,我是Eva学姐 非常高兴今天又在名校直通车的系列活动当中跟大家见面 墨尔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新增的病例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回到了市区的办公室进行这一次的直播 大家都知道维州的高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CE最近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今天也是专门邀请到非常专业的高考补习机构Unitop的校长 浩南老师和赵一博老师来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宝贵的经验 请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Unitop的校长浩南 很高兴今天受邀来到金顶直播间名校直通车的节目 今天由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VCE的一个算分体制 还有一个VCE选课的一个情况 还有分析一下今年VCE的高考的情况 还有对明年的一个趋势做一个预测 大家好,我是赵一博赵老师 我是Unitop的学术负责人 今天我来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小学得校的一些事情 好,谢谢大家,谢谢伊望 谢谢 张校长,赵老师 今天观看的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其实都是国际学生 那么这边想先让两位分享一下 其实相对于大学在出国留学 中小学就开始留学的优势是什么呢 中小学来留学呢 其实就是来的,说直白一点 就是来澳洲来的比较早 能更早的接触一些澳洲本地的文化 其实广泛的说呢 是接触一些西方世界的一些文化 更早的接触 当然了也可以练一下英文 也练一下英文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嘛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从18岁之后开始练英文 和14、15岁、13和12岁开始学英文 他之后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总体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内 就是澳洲这边的优点呢 主要就是资源多竞争少 咱们不说一些虚的东西 就是资源多竞争少 这个资源多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 包括以后找工作 各种资源多是根据 是根据那个人口比例来算的 教育多资源少竞争少 这是一个它的优势 特别是澳洲的一个优势 差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中小学过来留学的学生 他的英语水平 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母语的水平的吗 这个小学 如果一个孩子呢 小学四年级来之前啊 美洲政府规定 他高考的时候必须是母语英文 母语英文 五年级来呢 就是看情况 看情况 它是具体例子 具体分析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 就是一个孩子来了澳洲之后 越小来 他的英文肯定是越好 而且就口音各方面会越正宗 一般需要三年的时间过度 三年的时间过度 这个我也可以简单插一句 就是关于就是孩子过来的 整体的一个英语水平情况 因为如果要是非PR的 那个家庭的孩子过来的话 一般都是可能陪读 或者是办那个188A 投资移民过来陪读的这样孩子 他们一般过来 如果进入私校的话呢 都要经过一个 像叫AEAS的一个私校入学考试的一个测试 当然功效是不需要的 功效不需要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说一个大致的概况 一般我们中国来的孩子的 英语水平在一个什么程度呢 因为你要考到大概小学的话 考到60到65能进一个理想学校 如果要中学的话 基本上或中学以上要考一个70分 因为他是到4到12年级有要求 那我们过来的孩子 平均水平在30到40之间 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堪忧的 就是国内的这个英语教学的水平 就是真正的过来呢 其实跟这边的一个 就是学术英语的要求 还是有一段距离 对 所以如果我总结一下的话 其实就是有条件的家长 如果想要孩子过来之后 英文比较好的话 还是越早越好 当然当然 其实AEAS考试 我再插一下 也不是很复杂的 也不是很复杂的 主要是呢 就是要熟悉那种 英文的一个格式 就是简单说就是提醒吧 其实就是提醒 其实有很多孩子 在我们这里学习的话 第一次考试是3040分 三个月以后考试 就是六七十分 五六十分 就是这种情况 对 他主要是刷题的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 很详细 那接下来呢 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那就是今天的活动 其实是由开发商 Houlton Park来赞助播出的 Houlton呢 我们其实一直都说 是一个传统的富人区 那么这边的教育资源 也非常丰富 可以麻烦两位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区都有什么好学校吗 就做老师主要介绍 行可以可以 这个Houlton这个区呢 是不错的区啊 它离City也很近 首先呢 咱们先说一下公校啊 导播请播一下那个 Cumberwell Primary School的插图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这个是一个公立小学 不是私立小学 是公立小学 这边的数据是什么呢 是学生背景资料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呢 我们看出来呢 就是从这个学生背景资料啊 简单的说呢 就是 它这里呢 是这是政府的资料啊 这是政府网页上的政府资料 是政府呢 把所有的学生背景分成四等 中等最高的25% 中下的 中上的25% 中下的25% 和最低的25% 这是根据学生背景资料 来分配的 政府的数据呢 是来自于 一些调查 跟收入没有关系 跟家庭收入没有关系 跟家庭的 父母的教育水平 跟父母的教育水平 父母的工作职业有关系 我们看啊 公校里头 在在Hawson这个区域旁边的 校区内的这个学校 里面 85%的家庭 是来自于 澳洲的 Top25% 在Hawson的 家庭 背景家庭 所以说整体来说呢 这个区域的 就是 通俗一点 这个区域的人口素质是比较高的 这是公校小学 而且呢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小学 这个小学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小学 Cumberwell Primary School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 不在 唯一不多的 几所的双语教学学校 它双语是 哪双语呢 是英语和法语教学 它不是说 有些学校里头 我们 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法语课 有一个法语班 有一个中文班 它是 它的法语 双语教学呢 是它的数学课 是拿法语教的 它平时还有法语课 所以说很多这个学校的 在这个区域的很多家长啊 都是小学的时候不去私校 来这个学校 Cumberwell Primary School 然后到中学的时候 七年级以后 才考虑去附近的一些私校 因为这个小 就是很多家长就考虑到性价比嘛 就是说这个学校 这个小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 特别是它法语双语教学 是配套私校的教学内容的 这样呢 以后浩南VC也会说啊 特别是 如果孩子 以后在高考的时候 能掌握多个语言 就对外国人来说呢 就是两种第二语言 是考试风是非常吃香的 我们这里VCE高考呢 就是最高分是99.95 能考99分以上 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 50%考99分以上的同学 都会有两个第二语言 两个第二语言 而且对我们华人的孩子来说呢 我们来了澳洲之后 如果说在学英文的同时 再学一些法语 再了解一下欧洲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除了公校之外 这边有一些 我也听说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私校 就是比如说这个 Camberwell Grammar 是很多中国学生 很青睐的一个学校 可以麻烦老师介绍一下吗 那行 那现在请导播放一下 我还是先从公校中学来开始讲 放一下那个 Albon High School的中学的数据图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公立的中学 我们刚才看的数据图 最高的值是85% 现在的公立的中学 就七年级以后 就变成58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的同学 在Camberwell Primary School 毕业了之后 是没有在公立系统里 直接去的是私校 私校呢 附近的私校 有Camberwell Grammar School 和Camberwell Girls Grammar 请导播放一下 先放一下Camberwell Grammar School的数据图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私校 这个私校的数据 大家对比一下 就跟之前的小学数据 是差不多的了 当然它也是有小学的 它也是有小学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 是小学不在这里上 只是七年级之后再进来 然后呢 再看一下Camberwell Girls Grammar School 学校的那个数据 行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女校 她的数据是这样的 也是比较高的 跟之前的小学差不多 差不多 同样道理 她也是有小学的 她也是有小学的 行 我们光看这个数据呢 好像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别 我想现在再请导播放一下 2019年这三所高中的高考成绩排名的表格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概括一下 这边呢 左手边是三个学校的名字 第一所呢 Alban High School是公立学校 下面两所呢 是私立学校 这是2019年的数据 然后呢 另一栏呢 是学校的排名 学校的排名 整个围省呢 差不多有500多所 将近600所中学 这只是中学 就参加高考的学校 Alban High School这个中学呢 公立中学排名160位 600多所学校里头排名160位 但是呢 下面的两所私校 私校呢 是排名第十位和二四位的 然后呢 再下面呢 就是她的分数 就比如说百分之多少同学 考了40 每门课考40加 她的那个 每门单科满分是50分 她的平均分是多少 30 36 35 然后她的地点 她的地点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 在这个区域呢 我一般是建议啊 我一般建议孩子呢 有条件的话 最好呢 是去私校 如果呢 去私校压力比较大的话 就是先可以小学 去她的Cumberwells Primary School 那个功效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七年级以后去私校 七年级以后去私校 如果呢 如果只看她的功效呢 600个学校排名160位 也属于中等偏上的 中上等的一个功效 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她这边 学校 不管是功效和私校啊 都是 都是名页前茅的 我说一下那个功效啊 功效呢 一般来说 靠校区进的话 排名最高就是五六十名 然后排160名 600个学校排160名 也是非常不错 也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学校 行 这里介绍完了 谢谢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看到大家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小林留学嘛 因为学生的年龄比较小 那家长们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那这样子的话 麻烦两位可以介绍一下 那在这边留学学生们的这个安全问题是怎么得到保障的吗 我这里先说一下 这里先说一下 因为呢 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 就接触过 去过不同的学校 就是我在这里先说一下 澳洲的中小学 无论私校和公校和中国的中学的中小学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澳洲的中小学呢 每个学生的一些家庭的背景 每个学生的一些喜好 每个学生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每个学生的一些特殊性 我们都是要会了解的 每年上课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没有疫情之前啊 就是澳洲就是这么做的 对每个学生基本都是这样的 很精确到个人 特别是在welfare方面 然后呢 因为现在疫情出现了 的确是有一点这个问题 但是呢 Housan这个区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为什么呢 首先刚才我们看过了 它的人口素质是比较高的 其次呢 这个区的华人是占领一部分比例的 不是有些区域 就是可能我们华人去了 就单个一个华人 就说中国那边有 这个区域都是 有华人社区是 说实话挺大一部分的 在学校里的学生 至少有10% 有10%是从国内来的学生 大概有10%到15% 是澳洲本地的一些亚裔的学生 所以说呢 像经常我们在新闻上 看见一些负面新闻 种族歧视啊 一类的 新闻呢 在这个区域应该是 就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这个区域里头的 特别是非西人 非白人族裔很多的 咱们除了华人之外 还有别的呢 还亚裔之外 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人种 所以说这边呢 我觉得是可以放心的 浩三这个区是可以放心的 谢谢 那么下面也看到就是 因为两位对VCE考试 非常的了解嘛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VCE考试的 两位老师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就是维州的高考的分数计算方式是怎么样的吗 这个应该找浩南了 赶紧压了 对校长来回答一下 谢谢 好因为VCE是我们Unitope的核心业务 因为我们八年前主要还是以VCE补习完之后起家的 所以关于VCE这一块由我来给大家介绍 各位家长介绍一下 麻烦导播老师完之后换一下 就是我们VCE计算分数的那一章 对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VCE呢 其实它使用的是一个 Ata的一个标准分的一个系统来计算 就是它跟原始分是有区别的 每一颗单颗的原始分呢 应该是50分满分 当然它们中间还会加减分 但是最终它们所有的分数会换算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标准分 当时赵老师就有提过 VCE的最高分呢 是99.95 这样子来排名下来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学生呢 是会在两个节点进行选课 九年级的第三个学期跟十年级的第三个学期进行选课 那九年级第三个学期选课呢 会选一些关于可能11年级要考掉的 这样的VCE的科目 十年级或十一年级要考掉VCE科目 还有就是一些语言类的课 因为它要求你有基础需要提前去学 比如说如果要你想学法语啊 或日语啊 甚至于中文呢 它可能会要求你九年级选 从十年级开始读啊 这样子 那就是一般来讲的十年级第三学期的选课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课节点 因为它基本上要选好 就是你所有VCE要考试的科目 基本上到十一年级就很难再换了 那一般的学生要选多少门课呢 从正常的来讲角度是选五到六门 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六门 最终呢 会进入前四门进入百之百的积分系统 我在这里插一下 我在这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VCE呢 刚才浩南说了 有些同学是选五门课的 有些同学是选六门课的 为什么会有五门六门的区别呢 是这样的 VCE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高考呢 它又 它是选课单很长 它有五十门课可以选 五十门课可以选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特长 提前去学一门课 就比如说在学生十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十一年级的时候 就中国高二的时候 提前把中文给考掉 这样的话呢 它高三的时候啊 就十二年级的时候 它可以再选五门课 加起来就是六门了 就是可以提前考掉 自己最上场的一门课 达到高考成绩 如果没考好 没有关系 十二年级可以再考一遍 两次考试 哪个分高算哪个 是这么来的 还听人性话的 非常人性话 因为这六门 最后有前四门来计算呢 因为有一门是非常特殊的 是哪一门呢 就是刚才赵老师说的 如果要英语第一语言呢 如果英语第二语言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呢 是选择英语第二语言 因为他们都是五年级 或五年级之后过来的 叫英语第二语言 就要选一门叫EL的 这一门课是 不管你考的分数高还是低 它都一定会继承 前四门的其中一门 也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选六门课 那你另外的五门呢 会较高的 当年考试较高的分数的前三门 跟EL一块并成前四门 这四门呢 是记录百分之百 后两门呢 就各记录百分之十 那其实这四门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你 针对你如何去选这个课 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一个策略来选课 那麻烦导播老师 给我们就是换一下 我的第二张图 就是关于文科 文科的那个例子 对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图片上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假如说 我们现在有两个学生 对比选理科和文科 我们一个A学生 他选的是文科 就比如说 他选了一门音乐或EAL 他考过 假如说 他的原始分考35分 50里面 那他的 Business Management 考过50分里面35分 他选了一门会计 Accounting 35分 还有他选了一门 心理学 Psychology 考过35分 他还选了一门VCD 因为你所有学设计的学生 都要学这个VCD 因为你要做Folio 完成了考过35分 还有他选了一门 中文第一语言35分 这六门 也就是说 当然我举个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因为是全文科的一个学生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最后的一个标准分 换算是多少分 是85.1分 因为这个分数 是根据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网上 我们的Unitope的网站 是有个Ata计算器的 虽然你可以计算作为参考 虽然不是完全百分百准确 但是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那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们换一下 就是选理科的另外一个同学的情况 那他呢 首先应该是EL是一样的 他也比如说考35分 他选一门物理35分 他选一门中数MM35分 选一门高数SM35分 他选一门日语35分 当然中间还有加减分 还有化学35分 那最后他的分数是多少 是95.75 比当才那位同学要高出将近10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同样考35分 为什么会有区别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个 就是各个科目的热门科目 一个加减分表 因为我说到赵老师应该是会比较感触的 因为赵老师本身就是物理跟中数的竹江老师 那这样看起来感觉 中国学生是不是旋理科优势会比较明显一些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我认为大多数是这样子 但是呢 也是不是说选文科就没有希望 就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表格 JSL是日文 日文第二语言 然后还有中文 就是如果选文科的话 多选几个语言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语言加分是很高的 语言加分和高数中数是差不多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我为大家去分类 粉色的这一类 就是当赵老师所说的 其实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文科去分类 而是我们比如说粉色这四门语言 我们分成语言类 EL英语呢 是大家一定要选的 这是比较热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因为三十分是一个硬标准 如果要是你三十分考不到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你离末大肯定是不行了 末大是肯定不会入EL三十分以下的学生 是没有任何语言去语言课程去安排的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想考三十分 那你一定要把目标放在三十分以上 三十分以上 因为你考到三十分还会被减一分到二十九分 因为是一个竞争机制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残酷的 就是每一年大概有将近快一半的学生 是考过三十分 对的 对 所以就是说关于EL大家就得花很多力气 麻烦董博老师再继续 我再插一下 咱们把那个 咱们不光是EL是一个英文的问题 包括中文 CFL就是中文第一语言 其实每年有一半的学生中文满分五十分 中文第一语言 他也考不了三十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学觉得中文很简单 不把他当回事 他真有这个情况 我再多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边语言 针对文科生说一下 因为理科生都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中书高书物理化学 好吧 就这样文科生我们建议是什么 学中文 然后用中文去学日语和韩语 这样对我们是有天生优势的 对 我们中文背景有天生优势的 如果孩子的英文好的话 就是学法语 英文好拿语言就是法语 法语和意大利语 法语西班牙语 中文拿中文去学第二语言 日本韩文 那这边就是关于文理科的这个 就是成绩上面的情况 已经很详细了 但是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文理科的这个就业前景 或者说他到大学之后选专业 会有什么限制吗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文理科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是因为在澳洲的话 本科学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学位 其实在某种方面 如果你研究生不是读research这个性质的话 你基本上其实所有的雇主更看本科 对 那你在我认为就是你在报志愿 还有在选课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 首先第一遵循一个就是一个你的兴趣的原则 就是我就是VCE选课不是根据你的兴趣 是根据你的一个策略 你怎么样能拿到分 怎么能考尽量高分 怎么去选 但是如果要是你进入大学专业的话 我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学生 是考虑到孩子真正的兴趣 他需要想他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去学 我觉得这个兴趣是非常重要 所以每一年我们Unitope 因为今年疫情是唯一一次 我们每一年都是我有带队 在八月份的做open day的活动 就带着我们的家长跟学生去各个学校 那每一年就是每一周的周日 不同学校大学就会开始这个open day 就是让各个学生更加了解 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很多 因为我其实总结一下 就大家现在在选专业上都会有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他想象的很美好 就很多人比如说他想去学平面设计 communication design 他觉得是个很硬很潮的这样的一个 而且分数又不高 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想竞争的 像MIT这种就是平面设计的话呢 那你是需要有folio过的 而且还需要有面试的 所以就是说除了文化课 它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集的 这样的一个面试 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说你真的知道 你要做平面设计以后的就业前景 跟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吗 所以就是说你在选这些专业性的话呢 你是需要要了解一下他以后的一个职业规划 就业前景 这个呢我们unitop的老师 特别是我这边我会来去给你做一些讲解 一个辅导根据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约大学的老师 完之后像一些选课老师 完之后具体的去给他做一些了解 这都没问题 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你在选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以后 职业规划跟你的选专业 跟自己的兴趣结合到一起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选专业要比选学校更重要 就是我宁可让你进一个一般的学校 但是更好专业 而不是去一个更好学校读一个一般的专业 你比如说很多学生我也在这里插一句 其实浩南刚才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特别选课的时候按照自己兴趣 这其实呢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孩子如果来留学的话 来学习早来澳洲的一个好处 因为呢在学校里头差不多七年级开始 学校的老师呢就会鼓励他们去想 以后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东西 干什么职业 需要什么科目 需要怎么安排自己的计划 可能他孩子七年级想的东西不是 肯定不是大部分啊都不是他最重要做的事情 但是呢通过这个过程他要去了解去研究 以后他有什么想法的话 他自己会多往这方面考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们其实也可以联系两位老师 他们会给你们提供很多专业的意见 其实我还有最后一点意见做补充 最后一点 就是说在选大学的最后一点呢 就是选专业之后 就是一定要在本科尽量注重一些 能够有实际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科目 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说首先不要选什么 比如说你如果去读商科 不要去选一些关于经济啊管理类的 纯理论方面的这样的科目 如果要是进入商科的话 我建议去读金融跟会计 结合的finance accounting这类的 如果要是男生的话呢 我建议你去读一些engineering 就是有一些技术类含量的这样子 就是你有一技之长 我觉得你在本科 你研究生再去读一个管理的MBA 或者怎么样子 我觉得我在这里再说一个误区啊 今天新闻很多学生的数学比较好 对 他想大学学数学 数学专业 对 但是很多家长就说 哎呀数学是不是找不到工作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数学专业是很好找工作 很好找工作 很好找工作的 问题是不是在于 还有一句话 其实跟浩南是一个意思 就是不是在于你学什么 在于你学的好不好 你学的好肯定没问题 你学的不好 你学什么都不行 充分利用自己的 但是要学的好的话 就要有兴趣 对 对 像数学专业呢 就是在这里说一下 数学专业其实很多 比如说 很多金融行业的 很多金融行业呢 都是比如数学学到PhD 都是可以来 都是可以来做的 数学 还可以做分析师 对 数学的模型 模型设计 分析师 其实都是很好找工作的 而且在澳洲呢 如果理科好的同学呢 比较吃香啊 是因为澳洲比较缺理科人 特别是从工程师 都算不算不清楚 对 从工程师开始到数学老师啊 到包括做那个数学modeling的finance里头的 是特别缺的 还有IT 特别缺理工科的这种人才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那么今年其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啊 大家都知道 其实墨尔本在呃 今年的大半年都是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 那么今年的高考会有什么影响吗 两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这个我主要先 你先说吧 你先说 我先从我们 我是教学的角度来考虑一下 就是主要呢 今年的疫情受疫情影响的 其实更多方面呢 不是教案上的 不是大纲上面的 大纲当然有改动啊 但是呢也不是难度上面 主要是对学生的 就是学生方面上 可能因为疫情啊 学生上网课 在学校里少了那种环境 所以说呢 就是发现就是做的练习不是很多呀 而且老师上网课呀 有些因为澳洲这边吧 今年好很多 年初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老师 不管公校私校啊 有很多老师年龄比较大 他们呢用电脑啊 用的不是很好 然后呢 就是耽误了 其实耽误了很多学习的时间 是这样子的 但是重点呢 还是要求学生 就是我们 也是我们教课的一个目的啊 就是我们虽然是补习中心 我们教课 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和那个自学能力 还有的那个自我的 自我对自己的要求 这个很重要 自学能力和自控能力 就是说呢 今年成绩还没出来 但是呢我敢保证啊 就是成绩出来的时候呢 肯定是自控能力比较好的学生 会考的比较好 肯定会考的比较好 今年这个非常重要 那 那 从考试来讲的话呢 今年做几个大的调整 首先呢 就是今年 所有一般来讲的话 以往往年是十月底开考 VCE考试 但今年放到十月十号 那也就是说相对出成绩的时间 以往呢 十二月十四号或十五号出成绩 今年呢 就是在放假吧 放假期间 所以就是说 一般 大家知道成绩能过一个好好的假期 今年到十二月三十号出成绩 所以肯定是 有人能过好 有的学生能过好假期 有的学生 就是在担忧中 对对对 那在考试方面呢 因为我们Unitob的公众号呢 是有第一时间 对各个科目 就是有答案分析 跟考试的具体的一些难点分析 但是我可以大概总结一下 就今年的EAL呢 相对去年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简单一些 因为EAL呢 是分三部分 一部分是听力 还有一部分是文学作品欣赏 第三部分呢 是议论文语言分析 对 那第一部分呢 就是在 就是听力这一块呢 主要是 讲了两个话题 这次考到两个话题 一个呢 就是一个姐弟俩 玩着一块买运动鞋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 一个咖啡店的一个经理 在面试这样的一个兼职员工 因为我们的很多学生 其实有这方面经历 所以跟就是生活经历比较贴切 所以呢 今年呢 就是在听力方面 我相信 对很多学生都不是很难 那在第二部分呢 就是文学作品欣赏这一块呢 其实也没有非常难的词汇 大家也都是中规中矩 在难度上 比去年 第三部分呢 是一个考题文章 是就是反对滥用这个无人机 这样的一个 也比较社会化话题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师 都压过这个话题 有讲过 而且今年也没有太多生词 所以今年夜要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受疫情的一个福利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大家土变分数可能都会比较高一些 很难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年应该不会 我了解的是没有 往年会有很多学生是答不完题 今年大部分都答完了 整体感觉还不错 但是你要记住 VCE考试是一个竞争型考试 就是肯定会有人考好 有人考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在改分细节上 可能我觉得会扣更紧 如果大家都容易的情况下 评分可能就标准高一点 对 但是今年让我们各位老师 包括我们各位学生 建家长大跌也听的是 今年的数学挺难的 挺难的 其实在低数方面 就是运算量还是一如既往大 低数这一块比去年 没有明显的难度上升 但是最重要是中数 中数它分一卷跟二卷 因为它一卷的话 这一次就是它的解答题会多一些 而且就是说它的一些运算量 要求以往会大些 特别是带字母运算 我在这里再跟观众说一下 考虑到我们可能很多观众是国内的朋友 对 对这边很了解 就是VCE这边的澳洲的高考 数学有三个数学 我们华人的简单的把它分为中数 低数高数 一般的数学好的同学 学中数和高数 中数和高数两个一块学的话 难度上来讲 其实就和国内的高考差不多 比国内高考很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类比一下但内容不一样 因为它是微积分的内容 对数学不是很好的同学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学个中数和低数 也学两文数学 这个就和国内比简单很多了 这样的 所以说浩南说的是中数考试 对我说是中数考试 中数也是分卷一卷二 因为这次卷二出现了一些什么变化 就是说它考一些 就是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就有些概念其实不是很重要 可能只用一小块来讲 今年考到我 考这种偏门的概念 但不是很难 但是就得看我们的学生 有没有复习到 对 因为我们Utop老师 给我们很多学生 都是有复习到的 对 而且还有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这种深度运算 就是这种比较复杂的 需要你举一反三的 这种难的题目 开始出现多一些 当然分数占的也不是非常多 但是也会影响到 整个学生的考试节奏 如果学生不会的话 整个对影响 所以按理来说 今年中数的难度呢 我认为还是明显的在加难的 那高数这一块呢 今年其实整体也是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没有 因为高数它本身呢 就不是很容易 所以没有明显的去加难 当然高数对今年的一个计算量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里我再说一下高数啊 因为很多 我们接触过很多学生啊 国内来的学生啊 就是刚来可能他对这个不了解 他可能觉得 哎呀我在国内的数学不是很好 我要不然就不学高数了 对 其实呢我们建议呢 你能跟上还是学一下高数 毕竟呢 我们刚才跟昊南那个加分那个说一下 大家没有看很仔细 加分是加很多的 加很多的对 高数呢 对 满分50分 满分50分 如果孩子考了38分就加到50了 大家可以SM就是深蓝色的那一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是让你考40考38 对 你看你考了30分 你看第三档就是前面 你高数就加到将近4041分 41分 38分就再加到满分了 就放到国内呢 你如果说38分是76% 咱们简单就把我核算先了 就说国内如果考到76%就加到满分的话 那人人都是满分了 对 所以说呢 孩子不要觉得 所以这边其实我看很多都是90几分 就是出来之后感觉很高 这样子 对的对的 其实就是说这边也比较人性化 因为他也照顾到local的学生 因为很多local学生 其实是他的数学 数学 其实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是他弱小 所以我们中国来自中国的孩子 我们的强项是这个 对 大怕有些人是文科生觉得 哎呀 我不喜欢数学 但是为了高考整齐考虑一下 中数 高数拿30分 问题不大 对 拳击赛马嘛 其实就是一个策略性嘛 对对对对对 你要用你的短处去避开别人 用你的强势 就是在强势这一块要变得更强 对 那今年的情况我们大概就了解了 也是要展望未来嘛 那两位老师觉得明年的高考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认为明年的呢 因为中数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是一直在加难的 而且我认为eal呢 明年肯定不会像今年那么容易 因为eal来讲的话 自从三年前课改革之后呢 加入听力之后 你可以看出就是eal其实现在 就是要考验考生的能力是更全面的 英文能力是更全面的 而且eal这一门呢 是大家都很看重的 不管上大学一个必备的门槛 所以这一块学术英语能力是考 考验考生很重要一点能力 所以我认为eal肯定会变难 而我认为就是高数 科目呢 我觉得这个趋势就是还是会保持稳定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再难的话呢 我认为也没有太多必要 也很难 对 因为它本身 因为你本身就加分那么多嘛 所以如果要是再增加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还是注意eal跟中数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我们的考生一定要提前 就是先 就是如果要是明年即将升入12年级的学生 要提前就是加固自己的一个运算基础 还有就是说 有些科目需要去提前补习 补习还是很重要 而且最好呢 就是在中数高数学习上呢 需要提前解课 进度一定要比别人稍微快一点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学生呢 是11年级 12年级才来找我们 特别有些学生12年级找我们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12年级学什么课 我们尽量去补 但是呢 如果说学生在低年级的时候 7、8、9年级 特别是7年级的时候 就找我们的话 哪怕小学找我们的话 就是包括两个第二语言 孩子适合什么语言 包括数学 一般来说呢 理想状态 我们会让孩子在10年级的时候 就9年级10年级的时候 就接触11年级的中数 因为学校它不接触 我们要让孩子提早接触 提早接触 然后这样呢 就会给孩子打下 以后学高数的一个基础 当然说高数呢 是一门 这么说吧 就我给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高数的问题 高数呢 就是很简单的题 它题是题型很简单 就是一道题 数学题 你做出来有分 你做出来没 你做不出来没分 没有绕弯的 绕弯东西有非常少 但是中数呢 是绕弯绕的比较多 是这样子的 就是高数也没有什么 就是步骤分 有步骤分 有步骤分 就是一道微积分 微积分 一个放在这里 微积分你去解 解出来有分 解不出来没分 就是你会与不会的问题 而中数其实就是 还是要你进一步思考 就是故事 中数可以编一个很长的故事 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你要去脑 有点脑 有时候脑筋击转弯啊 就是有这种东西 就是有坑 坑比较多 两位老师介绍的 就是EAL和数学的 这两个科目 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是有选择 其他科目的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如果要是我说的话呢 首先当台 赵老师说到中文这一块 我也要讲一下中文 在语言类的科目呢 其实我更倾向于 学生这两年去选日语跟法语 日语跟韩语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我说法语 既然说到法语了 那我也说到 需要从小就开始学 因为我们猪孽儿这一块 就从小就开始 有法语的这个班 我说一下法语 主要是针对 孩子想拿英文 去学第二语言 比如说孩子来的比较早 有些孩子是本地出生的 他英文比中文好 中文他就是第二语言水平 就可以了 不错了 他的母语是英文 他拿英文去学第二语言 建议学法语 因为他都是字母系的 都是字母系的 就学起来比较快 就是英文好的同学学法语 三年三四年就可以出成绩 就够了 对 就和中文 我们有中文基础的孩子 学日文和韩文 三四年出成绩 对 会更好 因为其实很多学生 到十年级听我说 选课的时候 才开始想学日语 那实际上是游玩碗 我的建议就是 从八年级或九年级 就开始学日语 而且日语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日语的 我们的学生 基本上 就是加减完分 都在四十分以上 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妹妹 考到四十九点八 她是十年级零基础 开始学的 所以就是我认为日语 是一个对中国人相对来说 我觉得拿分的 一个比较好的科目 因为它加分也比较多 那很多 其实我们的中国学生 都会选中文第一语言 其实我想说的 就是这几年 其实中文越来越难 其实很多学生 中文并不能考到理想成全 对 这一点 我刚才说了 那年的中文就挺难的 好像 因为我看朋友圈里面 是的 今年我们有分析 比去年明显难度有上升 中文这个呢 语言方面 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中文为什么难呢 它是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呢 在澳洲呢 它的比如说日文 日文 韩文 法语 德文 就是这种所有第二语言外语的 教学大纲啊 都是拿英文写的 所以说要求 就是教学大纲是一样的 是英文的教学大纲 老师批分呢 你写的是中文作文 他的批分的标准 是英文的大纲来批 所以说呢 要求孩子呢 写这个中文作文的时候呢 有点像拿英文 写英文的方式 去写中文的作文 所以说很多国内来的学生呢 他就不习惯这个方式 不太适应这个方式 就比如说一篇作文 在国内可能是满分 来这儿可能就是零分 就是二十 满分五十分 可能就是十分 百分之二十三十 就是 明白 就这样 还是一个评分标准的不一样 对 而且我再提醒一下 学中文的同学啊 因为很多学中文的同学呢 就是老师发一篇范文下来 中文 学中文的同学看了 就觉得这个 刘选战文章吧 刘选战文章 在国内可能就是刘选战文章 零分 但是呢 在澳洲就是满分 有些同学觉得 我可以自己写的比较好 写篇比较好的 文采飞扬 走题 满分五十分 就是拿二十分 就这种情况经常 而且这边一些新型问题会对很多我们国内来学生比较 就是陌生 像今年其实中文考试就出现两篇想象文 对 所以这种题材的很多学生因为还是以议论为主 所以很多学生不擅长 而且中文其实考试呢 相对也比较麻烦 除了最后笔诗考试之前 他们还有口语考试 对 他其实考试是分两部分的 所以大家其实考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 选中文不一定就一定能考高分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对 就可以有的时候两个语言 中文加日文 对 如果说有科目太多了 又有物理化学冲突的话 孩子如果需要权衡 权衡可以考虑考虑中文 具体的到时候完全可以来咨询我 我这边因为帮很多学生去选过课 这方面是我主要负责的 反正随时可以联系我们云套 对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那今天的直播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也涉及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报考大学的问题 先看学校的排名 还是先看专业的排名 这么一个问题 两位有什么要分享呢 其实我的意见就是 首先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权衡跟结合 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让你去选不好学校 而是在一个好学校的范围以内 更加注重一个专业性的一个 我认为看中 就是你不要为我进末大去读一些农业系 对 因为我们有些 对这个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我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同学 其实他进了末大之后呢 他读了三年的建筑设计 但是读完之后呢 他就后悔了 因为其实 对他并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并不是成绩不好 但是他并不喜欢 最后他就是到 因为一般在末大读三年建筑设计的话呢 也不是说你建筑设计毕业 它是三加二的一个过程 如果要是你不去读研究生的话 他只能以environment better 这样子来出来 所以就是说 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建筑设计 实际上你就把人生最重要的可能这三年 给浪费掉 其实还有一个 我想提一下意见 就是说这个 选课呢 大学呢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没有说呢 大家都去末大是最好的 或者大家都去学什么是最好的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跟自己学术能力的情况 我是数学好 还是英文好 文科好 作文写的好 我还是做理工方面好 物理化学好 根据自己的情况 而且还根据自己的 以后想干什么 跟自己的情况 自己决定 兴趣还有自己确确实实的一个能力 实不实力 因为还是要根据 因为你真的迈入这个门槛 我不代表 因为澳洲来讲的话 不是说一个 就是严禁宽出 在中国这种一个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相对 当末大这种是属于严期严出 你好容易考 其实末大每一年 是有很多的学生被踢出来的 转学 甚至于摩纳什 甚至于迪肯 他们都会有每年都很多学生提转 因为在一门课上 你只要double fail 上过大学的同学都知道 就会有学校给你谈话 对吧 如果要你连续出现这种情况 学校就会质疑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跟学术的能力 去完成你的学业 就可能会报移民局 让你去转学 所以就是这一点 大家也要去考虑 对这里我再说一下 就是说 有很多家长问过我 就是孩子年龄比较大 是读预科 还是读VCE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读预科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根据孩子情况来的 根据孩子情况来 VCE的好处 就是基础打得老一些 基础打得老一些 就我以前在这读VCE的时候 到大学的时候 你先读工程的 读工程的时候 他那年是先给我们所有人 都做一个英文测试 回老也做 因为是工程 工程系的学生 可能英文写的都不怎么好 作文都不会写 外国人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测试完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英文肯定不行 测试完还给我过了 我这来英文都 那个时候小嘛 其实想想 那个基础是哪来的 都是VCE学习积累过来的 其实以后 包括以后当老师 在学校里当老师 或者在读毕业设计 面试各种方面 其实中学时候 学到的英文技巧 真的是挺管用的 虽然我是理科生 但是英文技巧 真的很管用 所以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这就像盖楼一样 你要Fundation好不好 决定了你最后 就是稳不稳 对 那其实今天也很感谢两位 就是一个非常干货的分享 然后如果镜头前面的 大家有任何关于高考的问题 和补习的问题 也很欢迎大家联系到 Unitop的这两位老师 他们肯定会给你们专业的解答 然后节目的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也很感谢开发商Hawton Park 对这次节目的赞助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在今天回答的话 下次的节目也会给大家解答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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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